嗨,大家好呀,我是大飞 今天已经收拾完东西,准备出发了 现在的位置是西藏尼玛县 今天在这边吃点东西吧 然后门得补给,今天出发改泽县 340多公里吧,差不多 路上有三个乡镇,慢慢走,也不用着急 第一个补给点的话是120多公里 今天的话,走个三四十公里就差不多 不用太多,昨天的话就是因为走的太多了 48公里,走到这里,差点累坏了 拿着我的杯子,接点水,把水接门 甘肃零夏,零夏小吃 点了一个洋葱炒肉盖饭,25 这哈里这个方向吗? 对,到哈里,这不北线嘛,走完北线再走中线 然后回拉萨 盖载吗? 嗯? 盖载吗? 对,盖载,然后隔级 隔级,隔级,隔级是到,差不多到大级鸡去了 对,然后过了,盖载的话就是隔级 对对对 然后到石泉河吧,石泉河 石泉河不去了,石泉河去年去了 这个面已经上来了 吃饭这么大排了 跟新疆的那个辣条的差不多 很粗 拌一下 一两五分 一三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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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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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需要买三至四天的补给 要是吗 嗯 需要用车 需要用车 我拿两个 拿两个没事 一个也可以 我怕戴不了 不好戴 主要是放不了 行 其他不要不要 要我看一下 其他我就要 要四个吧 这要四个呢 多了戴不了 我要小的 小的 但是 就差不多吧 反正都差不多这么大 你要小的干啥 我有个蛋盆 要不然放不进去 哦 你回来了 这个吗这个小一点 大的一截就会 只能煮一个的那种 你只能放四个 四个 嗯 这个小一点 我买了这么一大堆 所有东西全部装车了 塞不塞不 全塞到后面去了 还需要买点干粮 菜什么是够了 葬家饼子 旁边有个馒头店没营业 买点饼子吧 就还差干粮了 老板 嗯 你们这个饼怎么卖的 一包十块 一包十块 过来一包吧 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不一样全部 哦 这个是 这是两个甜的 这是咸的 要咸的吧 行 都一样哈 行再见 什么饼 面饼嘛 就油炸的哈 拿一包这个就行了 一包也能吃几天 然后我 那包里还有嘛 还有一点 就是其他的那个白饼 行就这样吧 出发 这个路怎么 搞什么毛线啊 哎呀 今天天不好啊 阴天 我听到掉了东西 要不然这几天没得吃了 我去 袋子没摔坏了 袋子太滑了 挂前面吧 要是没听到这个声音啊 这几天就不用吃了 饿了就行了 挂这里吧 出现成了哈 往改着出发 哇下雪了 后面看有没有 后面那个山 真的是下雪了 下了 西藏的天 就是 就是 哎呦 我去 就是这么神奇 好冷啊 咱们已经离开县城了 看一下县城 这个位置能俯瞰县城 但是只能看一点点啊 这个位置 看见没泥马县 泥马县电站全部都是用太阳能板堆起来的 今天天气挺好的 就是稍微有点冷有点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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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下完这个坡以后 接下来还要上坡 三分之二的路 全部是上坡 一直到改德县 没问题啊 搜一嘴 冲呀 下坡了 过去 下雪了 漆了漆了漆了 身上就飘雪了 不知道会不会下坡 应该是小雪 看这个天也没什么问题啊 顶座就是几个几点了 一会儿 一家的空气 沉雪了 都走了快20公里了 这有个村子 一户 两户 三户 三户人的村子 要不要在这露营啊 我怎么瞅了一圈没瞅见 他们村的水景房啊 要不然就再往前面走走 前面要是起风的话难不住呀 看着一马停穿 连个山都没有 还是下坡哈 一路下坡呀 长下坡 前面有一个拓挖湖 在远处的山脚下那里 远处还有三个牧民的房子 今天过去看能不能露营能露营 今天就在这里了 熔马威权 嘉林延化 我搜了一下呀 一百多公里 算了吧 不去了 估计在远处的雪山背过那个位置 翻过那雪山自驾去挺好的 要在公路边上 今天晚上就洗温泉了 油全部没了 哇 哇 这还有个大档瓦 哇 这时候冻死了吗 哇 那边还有一个 天上灯板底下 好像只剩个狗皮了 哇 这个没了 还剩个皮了 水进房 扫着没了 进不去 这是个水井房 这个多少年代的老水井了 下面是个大圆桶 然后接了跟管压着 有些年岁了 这户木屏有人住 那户没有看 然后那边那户没人住 这里有一个水井房 把木头撇一撇 现在又买到鸡腿 现在往下把鸡腿弄一下吃了 弄了几个辣椒 买这个辣椒 老板说这个辣椒辣 咱还不知道 尝一尝就知道了 可能是稍微辣一点 可能是稍微辣一点 把外皮 把外皮剔掉 把外皮剔掉 拿起来 把外皮剔掉 拿起来 把外皮剔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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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 还没受到 炸了 中的老板 把外皮剔掉 我还没有 放在哪里 我还没在 把外皮剔掉 把外皮剔掉 我还没在 加热 把外皮剔掉 拍一下有些好多的 把刺 就剩了那一户牧民 然后放牧现在回来了 这些羊呀好多 这鸡腿是冻住的 把骨头踢出来 切一下 今天晚上炒鸡肉 但是不踢出来的话不行 除非用水煮 我也没有那么多水 只能踢骨了 一样不怕人 踢了你 一样 我怕你 是不是 我怕你 还是没有 肠子 都 我怕你 是 这 这一下,骨头就剃出来了 太凉了 冰死我 完整的一个骨头,这就是一块肉 切一下 切成块 也好切 直接又是炒鸡肉了 还有一根 切成块,不行了 太凉了 手都伸不起 切完了又下锅 这个鸡肉还有配菜什么都已经弄好了 起锅烧油 真冷 晚上 现在7点半了 稍微有点疯 油冻住了 炒鸡大点油 香 切下鸡 炒鸡肉 昨天我把水分炒煤 炒的 快拌干的时候,然后再放料 我做饭就在那边做吧 都快做完了 那边水可以吗 在这边是吗 行可以 谢谢了 我先做饭 先做饭都快做完了 谢谢 他已经给这家主人打好招呼了 他说晚上让我去房间里面住 让我去房间里面做饭 算了吧 我已经在这做了 在这晾着省电 咱们就在这里做吧 这个天有点太冷了 波也不热 充电波还老转电 对 对 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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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香 烧点酱油 不放酱油也行 这个鸡肉都炒出来了 可以了哈 看看这个冷液炒鸡 真香 小点火 这点木头放上面温的 一拿起来 这个油脂也就冷了 倒不起来 挡兵 吃这个 哇 我感觉这个鱼肉就过 哇 这鱼肉 鱼肉就鱼肉 哇 尝尝 尝尝 看了没 下边这个鱼肉 这些炒出来的鱼肉 大花炒出来的 真香 烧这个酱 再有这个大酱 或者是鱼肉 或者是鱼肉 太美味了 青辣椒 红辣椒 生姜蒜 都有了 烧点花角 好 烧点大鱼肉 干净吃 吃完 进屋 太浓了 干杯 哦 拿出来的 它吃不了 有点像 油条的那种感觉 咱不是油条 这个大鱼肉 这个大鱼肉好吃 登行车就放在这个房间里了 这门上关一下就行啊 不会开的 简单的铺了一下 两个防烧垫 睡袋一放 ok啦 今天很幸运 结束了一个用人的房子 今天视频睡觉了 明天见 起来